從瑪雅各自為政的軍事政治經濟版圖上 看不出帝國的影子 即使是最有希望成為帝國的十二世紀 由卡坦半島那三個最主要的城邦 瑪雅潘、烏西瑪爾、其神伊朕 也沒有可以走完從對抗到整合的通向大一統帝國之路 在瑪雅歷史上沒有埃及式法老 沒有羅馬式海撒 沒有任何形式獨裁者在任何時期統治所有瑪雅人 各個城市中心之間彼此獨立 然而他們又確實屬於瑪雅人的指稱範圍 共享同一種語言、同一種宗教、同一種文化 著名瑪雅研究專家莫利認為 瑪雅各城市之間的關係 大致於類似公元前六至前二世紀的希臘城邦之間的關係 亦即是說在文化上他們是統一的 但在政治上他們便是獨立的 以瑪雅文明的古典時期為例 根據考古資料 專家學者們推斷 那個時期瑪雅社會的政治實體 可以確定的至少有五處 他們分別是 1. 中心地大 由危地馬拉的佩藤中北部 墨西哥南部和洪都拉斯組成 中心城市是帝卡爾 2. 墨西哥烏蘇馬申塔河谷地 中心城市可能是柏林克 3. 東南部地區 中心城市是位於今日洪都拉斯的科潘 4. 西南部地區 主要政權所在地可能是托尼納 5. 東北部面積龐大的尤卡坦半島 在古典時期還是比較落後 如果有政治中心的話 可能是其審依宅 人口的流動甚至是大規模遷徵 在歷史上都是常有的事 事實上沒有一個地區是絕對豐廢的 人種、語言、宗教、習俗、歷法、工藝 以及其他文化因素都處於不斷地交流和滲透之中 其審依宅、馬雅潘在後古典時期 曾經為北部遷移的圖爾泰黑人佔領 兩種文化在所有層次上都進行了一次大的交融 文化實體的內在凝聚力 連續性比強權統治的要頑強得多 強權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人種、改變語言、改變宗教 以混血、外來語、外來神的形式 逐漸殖根於文化之中 然而一種在語言、文字、歷法、算術等方面 比較發達的文化 好像馬雅文化 往往就具有比政治同化更強的文化同化力能 在語言、文字、歷法、算術等方面 在語言、文字、歷法、算術等方面 在語言、文字、歷法、算術等方面